五劫協和大眾爺萬善堂 供奉五祖先人已經有上百年歷史 守護著當地居民的安全 農曆9月18日為大眾爺的聖誕千秋 廟方都會隆重舉辦慶典 以感謝大眾爺的護佑 也祈求公條與順,國泰民安 今年萬善堂大眾爺的聖誕千秋 將在國立11月1日熱鬧登場 廟方依照傳統風俗 從民國六十多年就開始 每年將信眾所盡獻的貢品 包括有大豬公以及白米 將動員大批志工 現場製作上彎斤香噴噴的米糕 與信眾來分享吃平安 9月18日就是萬善堂聖誕千秋 國立就是在國的聖誕 下禮拜三 我們今年美高用2千多斤的米 提供用五六隻 就是要來給萬善堂的信仰心理 大家吃平安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五家公所 一些獨自老人 每一年我們五家鄉萬善堂 大眾阿公 千秋 都是盛況空前 我們所有的顯然信仰 都會提供非常多的食品 來做米糕 這個米糕 就是要讓我們五家鄉親 來享用 也讓這些信仰台庭 的信心 可以發揮到我們五家鄉 浴室家庭的每一個角落 他們所有的米糕 這些豬公 都是這些信仰 優利人數來提供的 所有來到三天都自動來 而屆時這些香噴噴熱騰騰又好吃的米糕 也會一部分會轉交給公所來 轉交給鄉內的弱勢家庭 關懷獨居長者一同吃米糕來保平安 每年他們的全球的時候 都跟我們五家鄉的幾百個獨居老人 送在米糕來跟他們維吻 甚至讓我們有機會去看一看 看他們的生活好好的 藏心食堂也都使用基盤 所以有時候他們有出的 也會透過我們的社區和結合 所以這樣一個萬仙公的 這樣有一個主逼寬懷 對方俗世的這些工作 讓我們很敬佩 我們也希望他們的這個砲磚引力 可以帶到更多的市廟 來支持我們對方的獨居老人 還有需要這些鄉親的生活 廟方邀請信仲在11月1號前來 共同參與慶典一起歡慶大眾爺的聖誕千秋 也品嘗香噴噴好吃的米糕 祈求大眾爺保佑護平安 十命為生意 萬仙董吃米糕保平安讚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柴文報道